刚刚由大到小 那由小到大的话 我把这个地方 这个程式部分把它做一个 注解掉 暂时把这些当注解 那我改一下 那方向的话基本上回圈的方向也是4 那刚好颠倒i等于 0到12 那基本上 0的话指的就是第几个 第几个工作表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那个 这个用shits 刮胡的这个地方指的就是第几个工作表 那要移到哪边去基本上就移到哪个位置 所以基本上前面是你要 前面这个是你要被移动的 这个这个所谓的工作表 移到哪里去 所以基本上前后的结构 这样看应该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然后nest OK 那基本上0到12他后面其实实际上应该是一个step 只是说我把它省略掉 step1 那只是说一般我们 这个step1有没有加都没关系 因为预设就是step1 所以通常这个会把它删掉 会没有就是 for i 等于0到 12 那里面要怎么移动 我刚刚讲过嘛 第一个就是 你要移动的那个 那个工作表的名称叫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叫做 shits 刮胡 那正列名称叫 my shits my shits 买去的刮胡 那就是0 0的意思就是说 第1个 第1个就假搬的意思 0的话就只是假搬 他的顺序 0 12 3 4 5 6 一直到 12 这个是一个顺序 那我们如果说for i 跟着一下应该是 这个是i的 我把这个地方放过来 那他就从0到12 分别是假搬 那应该搬到哪边去 一样的方式 点什么呢 点move 移动到哪里呢 before 移动到哪边前面 哪里前面呢 移动到 第几个 移动到第1个 前面 所以第1个的话最简单也是由i来决定好了 那i怎么决定我要放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shits 刮胡 有没有 就是i 不过呢 这个i 是 i是从0开始 可是 shits并没有 shits是从1开始 你没有0 那个如果你给他0的话 他不知道说你到底值的是第几个 因为 工作表 是从1开始 所以怎么办 加1就好了 对 加1之后 他就知道原来你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第1个 的前面 那就是第1个 那第2次如果说 回圈如果变 那儿的话